不知泼妇撞坏我三十万的自行车 这天我刚把我的不加油自行车停好 忽然一辆雷克赛撕开了过来 直接把我的自行车撞倒了 随后车上下来了个中年妇女 她往后随便瞥了一眼 扭头就走了 此时我站在原地 行啊 非法霸占飞机动车位 还撞坏我自行车 连句道歉都没有就想走 我立马大喊 站住 你把我车子撞倒了 一声不吭就想走啊 这个大姐回头白了我一眼 撞倒了就撞倒了呗 你自己扶起来不就得了 怎么你还想跟我要钱 我还没说你把我的车漆挂花了呢 我听到这么离谱的话 也是瞬间怒了 这里可是飞机动车位 你眼看着撞上了我的自行车 你车漆花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现在请你立马向我道歉 并扶好我的自行车 否则你别想走 谁知这大姐听完了 直接开口就骂 你算个什么玩意 你不让我走 我就不走了 真是个骑自行车的臭屌丝 别说撞倒你自行车了 我就算是直接把它撵碎了 你又能怎样 说完这女的又回到了车上 直接冲着我的自行车来回碾压 然后伸出头向我挑衅道 臭屌丝 你一个破自行车 哪来的自信和我这雷克赛斯叫板 我这三十多万的豪车 你这辈子都开不起 行啊 希望你记住你现在这不嚣张的模样 我直接掏出手机 你好叔叔同志 这里是沙雕城九号楼 有人恶意破坏我的财产 麻烦您过来一趟 女人见我找叔叔 变得更加不屑 几百块的破自行车 还找叔叔 真长见识了 原来还有这么屌丝的人呢 嘲讽完我后 还不忘地继续碾压我的自行车 我就乐呵地看着他在那表演 闹吧 使劲闹吧 等会陪不死你 不一会叔叔同志就来到了现场 你们好 请问是谁报答 我上前说道 叔叔 是我打的电话 眼前这个女人乱停车 还故意撞坏我自行车 她不光不道歉 反而来回地在我自行车上碾压 甚至还挑衅我 叔叔立马走到女人面前 对于他说的你有什么意义吗 没有意义啊 这坨自行车就是我弄坏的 但这都是他自找的 本来我就是停车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了 谁知道这小伙子这么矫情 死皮赖脸的让我扶起来 我自己的车漆挂花了 我都没找他 说完他便走到自己的车后面指了指 你看我这宝贝车屁股 直接摆了一个肚 见到女人这副模样 我也是没忍住 你到底搞没搞清楚 这里是飞机动车道 这里只能放飞机动车 本身你把车停在这里就已经违规了 而且你的车屁股是你自己倒车的时候划的 你赖我头上可就有点无耻了 而且你把我车撞倒了 我只是想让你道个歉 这时叔叔也说道 人家就是让你道个歉 这很合理啊 为什么你会觉得人家跟你赖皮呢 在叔叔的质问下 女人也开始虚了 见女人的嚣张气焰被压制 不知哪里窜出来一大哥 叔叔同志 我的车子也被他撞倒了 随后大哥便和叔叔速起苦来了 原来这个女人名叫周丽 在这一片是出了名的泼皮 附近的居民都在周丽这吃过亏 但是都没办法 完后叔叔便让女人向我以及这位大哥道歉 谁知女人伸着脖子说道 凭啥是我道歉 我这车可是三十多万的豪车 这群屌丝这辈子都开不上 见女人仍不知悔改 叔叔立马斥责道 周丽 我现在并不是在和你商量 这件事是你的错 你必须道歉 一听这女人也捎了 心不在焉的道起了歉 等轮到我的时候 我直接摆了白手 既然你这么不情愿 那我不需要你的道歉 女人则是很不屑 你这屌丝不就是想要钱吗 你怎么想的我还不知道 我一个开雷克帅斯的 还能赔不起一个奇臭自行车的 说着她便拿出了手机 说吧你想要多少钱 自己在这填个数 我也拿出手机 打开收款码 不多 就三十万 女人下意识的想要输入数字 突然反应了过来 什么 三十万 臭屌丝 你穷疯了 一辆破自行车想要三十万 叔叔你看 这兔崽子在这 敲诈勒索我呢 还当着你面 你不管管啊 叔叔也是满脸不可置信的表情 小伙子 可没有你这样的 怎么一上来就狮子大开口啊 叔叔同志 你听我解释 我这辆自行车不是普通的自行车 它的原名叫PG不加油 抛去运费 我花了27个W 因为它是限量版的 全球只有667辆 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我给它要30个W 已经很客气了 此话一出 吃瓜人民都惊呆了 叔叔忍不住好奇 上前看了一眼自行车 这车子好轻 也就四五公斤吧 我轻声说道 对 因为全车采用的都是碳纤维 所以很轻 碳纤维 光听名字就不便宜啊 此时愣在旁边的女人 瞬间慌了 不可能 你这臭屌丝 肯定是在胡说八道 一辆破自行车 能比得过我的雷克赛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消息